你知道剛逝世的英國女王 同時也是很多國家的女王嗎? 目前世界上有14個大英國協成員國 都把英國君主奉為象徵性的國家元首 但最近,其中一個國家安蒂卡吉巴布達的總理 卻表示計畫要在三年內舉辦公投 決定是否要脫離君主立憲改為共和制度 這樣詞的反君主制聲音其實在英國國內也有 本週有少數的抗議人士在倫敦國會大廈外 舉標語表示新上任的查爾斯三氏不是我的國王 結果有些人被警方護送離開現場 有些人則被警告,可能會被逮捕 有少數團體能跳出來批評 警方過度干涉了大眾的表達自由 不過,英國單分的民眾 都還沈浸在女王逝世的哀傷氣本當中 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大英國協王國 與英國女王的愛恨糾葛 歡迎點開置點留言,看看影片喔!